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突然有四个男子闯进了路边的一个加油站实施了抢劫 由此一个特大犯罪团伙浮出水面 当时四名男子是蒙着头进入加油站 而加油站内只有两名工作人员又都是女性 一番威胁恐吓之后 两名工作人员被捆绑了起来 这伙人劫走了加油站里的电脑和现金价值八千多元 作案之后迅速离开 临走时还拿了一盒烟和口香糖 由于加油站的监控录像出了问题 警方没能调取到事发时的录像 无法得知嫌疑人的体貌特征 但是从工作人员的叙述中来看 案情似乎很是严重 尤其是他们提到了一个细节 那么这名嫌疑人携带的枪支是真枪 还是用来吓唬人的假枪呢 由于遭遇抢劫之时 工作人员异常惊恐 枪在他们的眼前又是一闪而过 他们难以识别 但是无论怎样 很明显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抢劫案件了 警方立即展开了调查 首先根据受害人的描述 警方模拟掩饰了嫌疑人的作案过程 这服务员给他夹完牛串一口 他说他要开票 然后这服务员就去 就去那他们的牛严铺 给他开票 就开票之后 这时候他们其中有一个人 先下柴 然后威衰住这个服务员 今天一看起来 就一个女 还有一个女 就两个女孩 一般说 柴上牛丸线的人可都下柴 先有墙控制住 然后再加上 两个女孩 搅带 这两个女孩 手上的 脖子上 下柴 检验这些人 这万全的区别 四名嫌疑人是坐面包车来作案现场的 警方打算从面包车入手调查 然而调查刚刚开始 六月六日 也就是第一起案件发生了四天之后 在新密又发生了一起抢劫案 这次受害人是新密的老王父子 那明打 那一时期他来后脑子一人他就 就完了 这边这个人家就完了 老王说 当时是凌晨三点 他一个人开车 行驶在这条路上 准备去接下夜班回家的儿子 走到班路上 车胎爆了 他准备停下车来修车 突然 一辆黑色的轿车开了过来 老王上前拦下了黑色轿车 向对方借千金顶 很快 从对方车上吓了一名男子 老王以为是来借他千金顶的 没想到 走到老王身边之后 突然一把硬家伙 顶住了老王的腰 老王说 他刚喊了一声 就觉得头顶一声闷响 便一头栽倒栽地 不省人事 就在老王被嫌疑人打倒栽地的时候 老王的儿子和朋友 也赶到了这条路上 寻找久后不至的父亲 发现老王躺在路边 老王的儿子跑了过去 但是还没跑到眼前 就被人一棍子打倒在地 和老王儿子一起来的朋友 白先生清晰地看到了这一幕 嫌疑人又向白先生奔来 白先生赶紧脚踩油门 驾车向前冲去 紧接着砰的一声 白先生感到车身 好像被什么东西击中了 警方随后赶到现场 救起了老王父子 并且在白先生驾驶的 面包车的车窗上 发现了一个洞 而这个洞 无疑是枪击的痕迹 紧接着 在面包车内 发现了一颗铜制子弹 他那个朋友 假车套高 看到这种情况 假车套高 他那个人在这边 碎 太容易就在一枪 就搭到车上 那个是真枪 真枪 而且是这个 有杀伤力的 我们经过 淡文报到审官厅 经过郑州市局 审官厅淡文听起 是有杀伤力的 是真正的 这个应该说 放置石的武器 根据老王父子的回忆 警方利用电脑技术 再现了 嫌疑人抢劫的过程 这是一个 手按认定车辆 从车号房上 拉掉以后 车怀 轮台绑 然后王州下车 在这 然后组案车辆 组案车辆 从这边 过来聊一口 发现他聊一口 对意思 跟他脚弹一看 他是一个 组案对象 然后挑途 过来 试试组案 下车两个人 手里边 一个纳墙 一个纳杆 先下车两个人 就过来 然后柴 听到他柴欠灭 把王州 打倒了以后 就在进阶路 就是他日子 登不到他 就过来 找他 租一辆 长号柴过来 王水生下柴 发现了个下柴 下柴 还没有走到 他附近跟剑 被柴上 组案柴辆 下来 另外两个人 打倒 这次有另外一个人 朝长号柴 开了一枪 然后四个人 害怕 跑而进去 然后就逃跑 警方初步判断 这与加油站 抢劫案 应该是同一伙人干的 而且 这一次是真的开了枪 警方认为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新密是一个不大的城市 但是在短短四天之内 居然发生了两起抢劫案件 而且两起都是持枪抢劫 持枪抢劫可不是小事 正当警方全力以赴 侦破这两起案件的时候 新密的林县传来一个消息 让警方感到震惊 6月12日 也就是新密的第二起 持枪抢劫案发生六天之后 新密警方接到了 相邻的未实现警方的电话 说那里也发生了一起 加油站被抢案件 然后叫我加满 我加满加好了 然后叫我 叫我进去采访 开个票 然后就 然后就进去 叫我走到电脑里面 都去开票 然后叫我签了 先进来吧 进来 进来 那你要签 来公共要签 这一次 警方终于看见了 嫌疑人的影像 加油站上方的监控录像 记录了嫌疑人 进入加油站的情景 这是6月12日的凌晨 当时加油站内很安静 没有一辆车 1点07分 一辆深颜色的轿车 开着进来 工作人员从值班室出来 站在车门口 问司机加多少油 据工作人员回忆 当时车内坐了四个人 其中 司机只说了加50元的油 这种情况很少见 但是工作人员并没有多想 车子又向前挪了挪 工作人员开始给汽车加油 加完油后 这伙人要求给他 排50元钱的发票 工作人员随即进入了值班室 去开发票 录像显示 这个时候几名男子 戴着遮阳帽从车里下来 手里还拿着什么 尾随着工作人员 进入了办公室 之后 在监控录像 监控不到的室内 抢劫开始了 1点13分 一名男子先跑了出来 手里还抱着个东西 据说是加油站的一台笔记本电脑 放入车内后 紧接着又回来了 三名嫌疑人都出来了 他们迅速坐上车 逃之遥遥 通过录像分析 以及受害人的讲述 这次作案的手段 和新密加油站如出一辙 警方意识到 这起案件很有可能和发生 在新密的那两起案件 是同一伙人所做 这是十天之内 连续发生的第三起 恶性抢劫案 如果真是同一伙人所为 就说明这些人还没有罢手 也就意味着 他们还会继续作案 警方开始在市区 和周边地区全心不空 重点查询 劫匪作案驾驶的汽车 在调取了多个路口的 监控路向之后 一辆轿车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这辆车 曾出现在老王父子 被抢地点附近 老王父子被抢的时间 是6月6日的凌晨3点左右 从时间和作案地点 以及车型来看 这很可能就是 嫌疑人驾驶的车辆 6月6日3点09分01秒 一辆车出现在了 新密老城包子铺附近的路口 这是离案发地点最近的地方 半分钟之后 这辆车又经过这里 但是由于光线抬案 看不清车牌号 3点13分 青石河二队路口的监控 路下了这辆车闪烁的车灯 3点13分55秒 在大货车后面 这辆轿车又出现了 3点14分45秒 在南环牛店供销社门前 车速极快 迅速驶过 路口的监控探头 记录下车辆行驶的路线 他直接使出了新密 警方用同样的方法也汇出了6月2日 抢劫加油站的车辆逃跑路线图 行政难关不决综合 向拼命账户学长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两次发生在新密的抢劫案 嫌疑人的车上坐的都是四名男子 都持有枪支 都是夜间行动 作案后直接开除新密 警方由此判断 这一伙人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 应该不是第一次作案 警方决定对这几起案件做并案处理 而且6月2号和6月6号这两起案件 都发生在凌晨一两点钟 都是在路边 公路边沿 这种情况 而且都是团伙 三四个人一伙都有枪棍刀 警方查明 抢劫王氏父子时 嫌疑人驾驶的是一辆吉利牌轿车 而抢劫卫士县加油站的时候 开的则是一辆本田车 警方据此将人员分成若干个组 若干个区域 对夜间的一些可疑车辆和人员进行排查 既然定乎这个反对嫌疑人这个车型 因为这种吉利院京 这种车不是很普遍 走起来也来好走 但是我们就是说 一车 但是定乎思路就是一车走人 警方在排查这两种车型的同时 也对全省近几年 持写抢劫刑满释放人员进行梳理 很快 一个叫罗吉林的人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罗吉林今年46岁 河南宇州市人 1996年 因为故意伤害罪 被判刑14年 2005年7月被释放 没有固定职业 而罗吉林恰好就有一辆吉利派轿车 因为他有欠客 我们当时通过这个打清保险 他擦了这个任务 因为这个故意伤害被判14年 有欠客 所以给他列为重点 侦察员赶到了罗吉林所在的 宇州市方港厢 进行秘密调查 在这个村子 他们发现罗吉林交往的人员非常复杂 和他有频繁往来的有三四个人 有时候是四五个人 这几个人也都有前科 都是因为抢劫强奸 盗窃罪被判过刑 和罗吉林经常往来的人 有李卫明 杨伟伟 池国瑜等人 据当地人讲 这些人经常聚在这里 有时驾车外出 好几天都不见人影 不像做生意 也不像在外打工的样子 但是警方无法确定 罗吉林的吉利牌轿车 就是嫌疑人驾驶的车辆 考虑到六月十二日 出现在卫士县加油站的 作案车辆是本田车 警方开始调查 和罗吉林往来的人里 是否有开本田车的 很快就有了结果 有一个赤星赤赤国瑜 是罗河人 罗河人赤国瑜有一辆 那个光州跟店的轿车 所以说这三七篮箭 整个 就说把这一花都得入到一块 罗吉林有吉利车 池国瑜有本田车 更有线索反应 恰恰就在六月十二日 卫士县加油站被抢的那一天 杨维伟和池国瑜 出现在案发第一代 并且驾驶之内辆 没有牌照的本田轿车 据此警方认定 这几个人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这伙人频频作案 一直没有停手 可以说社会危害性极大 所以警方在确定了犯罪嫌疑人之后 决定立刻实施抓捕 六月十三号 警方派出了一路精干人马 直奔宇州准备抓人 但是到达了宇州之后 一个新出现的情况 又让警方不得不改变计划 正当警方准备前往宇州 抓捕几名嫌疑人的时候 有信息显示 杨维伟等人密谋要到洛阳作案 他们之前要到河南洛河和池国瑜会面 警方决定趁嫌疑人在洛河会面时 实施抓捕 六月十四日 侦察员传来的消息 杨维伟已经到了洛河和池国瑜会面 洛河和池国瑜会合呢 警方于是火速赶往洛河 发现这个先人车 在洛河寺北冠 还有一个这个烧烤台 手部有二十多分钟 然后这两个人呢 就是车发现过去 到车是安全 当他们走到车 车旁准备上车所 他们这男人就同次一用日常 抓捕的民警 埋伏在池国瑜的黑色本田轿车周围 当池国瑜和杨维伟吃完饭准备上车的时候 民警抢上一步 将两名嫌疑人牢牢地控制了起来 与此同时 在宇州方港厢不空的民警 也展开了抓捕 警方先后抓到了 李卫明的同伙罗欣勇和高东远 等两名犯罪嫌疑人 在证据面前 嫌疑人交代了犯罪事实 并供出了团伙其他成员 很快 罗吉林 李卫明等犯罪嫌疑人落网 罗法官长 你去十个号杨物就出 罗法官长 你去八号杨牢物就出 十多个犯罪团伙的成员悉数落网 那么这伙犯罪分子究竟是什么人 如此胆大包天 多次实施抢劫 随着案件侦破的不断深入 这个犯罪团伙 一些不为人知的其他的犯罪行为 也渐渐地暴露出来 落网的十名团伙成员 除了李卫明 池国瑜之外 全部是宇州市人 有八名受到过打击处理 其中主要的嫌疑人 李卫明 杨卫伟都曾经因为抢劫罪 被判过重刑 因为一直没有正当的职业 又不愿意靠辛苦去赚钱 刑满释放之后没多久 他们就又凑到了一起重操就业 我这死 过了死 我本身长期长的换劫 你看我六十四 这十二换 能源真能不成 这其他费钱也能想 也能不能想 整个团案的时候 等三个月会议的 留个问题 我议 说了这条大的话 对我说了 我说心在心在动 这就是罗姬林 警方寻找的那辆吉利车 其实是李卫明购买的 用的是罗姬林的身份证 我开车车吧 这要给你两三万辆 这个我可以 当时这个买了 本买了车要以后 由于这个 买了杀出去 跳车去出去 当下乡的时候 他跟罗姬 这个是抢劫 因为当时我说 我都不敢 这么说 你还要打 我说不玩 当时也不考虑 起初 杨伟伟只是跟罗姬林等一帮同乡 一起抢劫 李卫明自己 则在洛河进行抢劫 后来 通过罗姬林的介绍 杨伟伟和李卫明认识了 很快 两伙人联手在河南多地作案 杨伟伟等人共认 6月6日 抢劫王氏父子 12日抢劫卫士加油站 都是他们干的 这是警方缴获的犯罪团伙使用的三把手枪 然后这一把 这一把就是一个 这是刘子强 这是刘子强 这是真枪 这是真子弹 真子弹 后边又会有 而在6月6日 路边抢劫王氏父子时 却用了这把真手枪 打出的子弹 击穿了面包车的玻璃 据查 这把枪是杨伟伟花了一万多元钱买来的 而据嫌疑人交代 他们除了抢劫加油站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抢劫目标 就是单身走夜路的女子 有问题说 因为在看女的人 她在大人 有像不见 她常常在 她说我一眼都看 有像不见 她也都看 刚有像 刘子强 下一个人 有个人看着其他 有个人找个门子 当中三人 过于中了 她露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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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一会门头门头开来 就拉车 这人有建筑员 弄到车上 叫一红杆头来 说明文才去 未实现的王小姐 就是受害者之一 事情发生在2011年的元旦 就是坐到那了 她前面的任务 狭义似的 我揉了一下 然后她都想起 老如果多少人到车里 没有翻译过来 根本都没有翻译过来 然后她人会把车里买 老如果老车里买 王小姐说 当时一切都出的太出人意料了 她完全被吓蒙了 车子直接开到了银行 在杨维伟等人的威胁下 王小姐被迫将银行卡里的 一万多元钱 从自动取款机里 取出交给了他们 这位是张女士 有天夜里下夜班 快到家门口时 被杨维伟拉上了车 张女士说 当时车里有四个男的 她被夹在了中间 一把刀顶在她身上 嫌疑人让她把包里的钱都拿出来 最后 拍女性的照片 头部都是鲜血淋漓 让人惨不忍睹 从2010年12月到现在 该团伙在郑州开封洛阳等11个地方 疯狂作案50余起 抢劫金额15万余元 除了购买作案所用的车辆之外 其余的赃款被团伙成员瓜分 这个犯罪团伙在落网之前 正在预谋筹措资金 要在洛阳福建等地大干一场 如果不是新密警方 6月14日的行动 及时将这伙人抓捕归案的话 他们已经准备离开河南境内 南下广东了 我们经过审讯 发现他们还有更大的计划 他们已经不满足于这种产业 他们感觉到这样来 像安吉曼 他们想计划就是 南下干大事 还想干大事 就是说 还有可能在更大的危害事 历时12天 辗转5000多公里 警方终于打掉了 这个特大流窜持枪抢劫的犯罪团伙 在这个团伙当中 有不少嫌疑人是有前科的 可以说是屡教不改 中国有句古话叫 多行不义必自闭 这一次等待他们的 将是法律更为严厉的实财 感谢收看本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您带来的其他节目 明天再见